30年举办世界杯吗 国际足联的秘书长 瓦尔克说 2014年在巴西 2018年世界杯和 2012年也许在欧洲 2026年可能在美国 中国也许在2030年 可以举办世界杯 但是这需要很多的条件 中国也首先要申办才行 从各位专家的角度 你认为 第一个 中国有没有这个意愿 你觉得如果是你 你是足联的主席 中国足球的主席 你觉得中国要来申办吗 认为中国应该要申办的 尽量赞成 相反的反对 3 2 1 我们不管怎么骂了中国 中国足球队 但是你看 要支持赞成的倒还蛮多的 好 我来听一下 瑞龙该不该支持 申办的这个 前一段我听过说 中国足球员也想申办 本来是美国的这个 实陆 但是有人劝咱们 说咱们的实力不到 别跟这次南非实力杯一样 小组没有出现 东道主就打到回府了 非常难看 那么作为在2030年 2030年 那么事隔了 现在就是 20年 我觉得到那个时候 可能实际还可以 好 还有20年 瑞龙说 等到时候实际可以拧拧 我认为如果我们中国足球 从青少年抓起 20年也够了 20年也够了 那个实际会成功雄飞 你已经可以抓你的儿子了 对 刚才我说到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正好26岁 最好的一个踢出的年龄 当然是可以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不希望一个 就是在2030年之前 中国人从来没有 再也没有进过世界杯 然后我们虽然申办了 这样一个世界杯 但是可能有 也可能像奥运会一样 我们奥运会搞得很好 但是到奥运会之后 就烟旗起鼓了 还是希望我们的 这个有一个健康稳步的一个发展 好 来 金赛你补充你的看法 第一个我认为 前去年 就是说没有去申办 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这个机会错过 我觉得弄到2030年的话 一已经是晚了 第二个就是不能再错过了 我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人们都说 外星人都说外星人 每到四年 为什么突然间地球 六七月份的时候 都聚集在一起 没有战争了 都不分 黑白 为什么呢 当然是乐趣是一方面 但是谁给他乐趣呢 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市场 足球市场的经济 还有再有一个 就是说 如果在中国举办世界杯 可以解决大量的就业人口 现在这南非美统治出来 但2006年 德国世界杯在两年内 让他就业人口增加了 才解决了社会问题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 由于承办各项运动会 可以说给政府的财政 带来了相当巨大的 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们可以算一算 当然奥运会 这个百年盛世 咱们应该想 你可以看 在那之前 09年济南办过全英会 那么今年广州办全英会 明年是深圳的大运会 完了接着又要在辽宁 办全英会 这概念是什么 少则几十亿人民币的场馆 当然像奥运会就不是几十亿了 那么加起来可能是几百亿 甚至上千亿的场馆 但是这些场馆在全英会 或者亚运会 包括大运会结束以后 会是什么一片景象呢 全部闲职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利用 这个世界杯的机会 让这些赛事 能够把这些体育场 能够充分利用起来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然后世界杯结束之后 接着再闲职 那毕竟我35亿美元我赚了 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办了世界杯跟奥运会之间 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 我们可以算一算 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之后 1974年 联邦德国就承办了世界杯 88年汉长奥运会之后 那么韩国就举办了世界杯 那么美国在84年 举办了洛杉矶奥运会以后 94年就举办了世界杯 这基本已经形成一个规律 那么为什么 我们不去尊重这个市场规律 我说两点 头一个就说 2008年奥运会 咱们办得很成功 可是现在为止 政府没有公布 2008年奥运会 咱赔了转了 那么如果世界杯花这么多钱 我们把这些钱 搁到医疗交易上好不好呢 第二个 现在中国目前的状况 奥运会是一个北京 旁边这几个分会场就单向 可是世界杯至少八个城市 来来回回南北来串的话 目前中国现在的维稳和社会治安 你搁什么来衡量呢 而且现在所有的年轻人 几乎都在谈论 2012年人类怎么样 你说2030年不恶搞吗 中国举办世界杯呢 是所有中国的 都说爱好都期望的 这个到30年呢 就包括现在 咱们也有这个条件 和有这个能力举办世界杯 你奥运会能举办 这个世界杯 只是一个单向 没问题 但是现在呢 谈到中国出的水平 是不是能够与咱们的这个 硬件设置相匹配 如果这小组出不现了 确实大家也不好看 我想三 还有20年时间 作为我们足球人 做我们在座的 大家有能力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好 谢谢小您来补充 我们说 我说两点啊 第一个举办世界杯 应该的 如果你不去申请 就挨墨过大于心死了 那彻底就别玩这个了 没错 你有错 就是第一轮被淘汰 你也去争取 是不是 前赋后继 就是每个人到被迫 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时候 人没有学会的 都是逼出来的 逼一下 逼上梁山 学好了 下面讲一句话 刚才林乐峰 我一直讲的是基础问题 但是有一件事 我们要给中国足球队也说一下 任何事情有个先锋 先锋啊 我们军事上讲 我讲军事问题比较多 第一选将 第二就选风 没有风是不行的 你中国足球 虽然我们说人口少什么 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总的一个事情 总有少数最优秀分子 先锋冲上去的 中国足球队老冲上去 老被卡塔尔踢的运动专项 是不是 我这夸张点说了 是吧 卡塔尔那次输了 我进厕所掉眼泪了 我不愿意让儿子看 我儿子踢出去 是吧 我觉得很难过 先锋 大骑蛇了什么概念 是吧 我最后 我今天全部的话 没有讲中国足球 最后讲一句重话 你登不了先锋 你就靠出来 让能登先锋的人来登 李老师说这个 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幕 很有感染力的 我们看0比7 朝鲜输给葡萄牙的下半场那6个球 当时我的感觉 看朝鲜队往上冲 我就想起了义和团 每个人往深深抹 红药水 刀枪不入念咒语 结果洋鬼的枪打了 一排一排的倒下 这就叫先锋 好 来 场下的嘉宾 我觉得那个世界杯就应该咱们及早申办 因为84年那时候美国办世界杯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没有足球基础 人家不是也举办了吗 人家之所以现在提高了 是因为人家在那次世界杯以后 整个民族都重视起来了 足球对整个国家都有一个激励作用 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及早的办 而且你办完了 我都看不见了 好 谢谢 谢谢 来 这边这位请 我全力支持中国申办2030年世界杯 代表全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是永远站不上的 你这句话的口气跟声调 好像是我们中国足前的主席 世界杯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好 谢谢 我想这一幕 这是每个人三思历劫的呼喊 对世界也是有好处的 你看看 我相信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包括全球的华人球迷 您看到这一幕 他的嘶喊 他的呐喊 很多的都说 我们对中国的国足罵了太多了 我从小看中国足球 看林乐峰老师 龙志恒老师的踢球 对 当时的精神非常好 我们是从小学 胡同摆砖头踢足球 是吧 那时候的精神是无私的 要学习 一躬一山 为民服务 中国的领导人支持 中国一定能拿到世界冠军 我知道只要谈到中国足球 只要谈到中国足球 是很难让人打断话的 他永远不管主持在制止他 但是 这份热情 这份激情代表 对中国足球还是寄予厚望的 希望别忘了 在一个小时之后 马上登场斯利大赛的 德国跟阿根廷 在为外国球队加油的同时 永远不要忘了 希望还要为我们中国足球 加把劲再打气 再打气 最后 我们用我们的胡海森 用我们的纳海森 为中国足球加油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实际直通车 web français by b associates 照63 台诙 优事